哈囉大家好 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鼠山傳奇APP 可是由東方仙霞奇幻劇作 所改變而成的手機遊戲 讓你走到哪就可以玩到哪 而且現在還有網頁版 讓你打開電腦也可以玩到喔 一起來看看遊戲介紹吧 神話小說《鼠山劍俠傳》 可謂東方仙霞題材之組 這部神話巨著對後世武俠仙霞奇幻等小說題材 都有著直接的影響 更被改編成電影《鼠山傳》 結合中國如《世道》等學派 遊戲《鼠山傳奇APP》現在跨平台推出 無論透過網頁平板還是手機 都可以走到哪玩到哪 遊戲一開始玩家要從 如《世道》三派中做出選擇 如《吸毒四數》近嚴謹保守 培養出強大的法術攻擊 能賦予敵人混亂的狀態和恐怖的輸出能力 是以佛學為根基賦予他們強大的回復能力 有著距離面臨的能力 是最全能的輔助職業 到太極陰陽四象八卦 嚴守太極之道 獲得最堅實的防禦 和極霸道的物理攻擊可攻可坦的職業 選好主角職業後 接著便跟著新手導引 從了解蜀山背景到招募隊友 安排戰鬥陣型 一步一步讓你輕鬆融入遊戲中 並開始體驗無界線的蜀山仙霞路程 蜀山傳奇APP有著異動南京的特性 上手雖然快但其中玩法多變 例如職業和散仙隊友的搭配 考驗玩家的組隊智慧 如是道三種基本職業和五種散仙搭配起來 有著多達近百種作戰組合可選擇 除此之外 還有從奇門盾甲五星八卦衍生而來 多達十五種隊伍陣法和上百種技能心法 將這些要素連貫起來 玩家的策略選擇可多達近萬種 真正考驗玩家的邏輯和智慧 搭配好自己的隊伍和陣型後 玩家可以開始挑戰副本 副本中的怪較為強力 數量也比野外任務來得多 透過激發副本首領 不但可以獲得較多的經驗值 也有機會獲得強力道具喔 而另一個特別的副本則是正妖塔 在正妖塔中 玩家必須擊殺正塔的強力先手 並鎮守一段時間來獲得魂魄 這時玩家也可以互相PK來奪取魂魄 是個非常刺激的活動 而PK的部分也有多種選擇 在鬥劍模式中 玩家將進入天梯 與其他玩家進行小隊戰鬥 這時選擇隊的陣型 就可以發揮關鍵性的優勢 取得勝利後 系統會進行排名 玩家則在此爭奪排行 並領取相對應的獎勵 另外還有陣營對抗 棒牌混戰和跨幅對抗的多種PK玩法 每個選項都有不同的難度喔 玩家在練功結任務後 不妨也抽空體驗一下緊張的PVP玩家對抗 來測試一下自己角色的威力 玩出心得後 相信你可以獲得天下第一的稱號囉 聽完了應蕊的PK較勁之後 就是休閒玩家的福利了 相信很多玩家 都是透過平板在閒沙時 拿出來殺殺時間 遊戲也很貼心的設計了簡易操作 一鍵傳送一鍵戰鬥 在找不到任務目標時 也可以按右上角的提示 進行自動巡錄 就連練功都有 歷練 修煉 掛機等選項 供忙碌的玩家選擇 這時系統將接管小隊進行訓練囉 鼠山傳奇APP 不僅提供核心玩家 充滿競爭的戰場 也讓休閒型玩家 能夠無壓力的進行遊戲 兩者在進行遊戲時 又不互相干擾 喜歡東方仙霞題材的玩家們 絕對別錯過囉 西島本貼 King 九曲 獻購 很正厚 難以爭議 幾十百分 所以